張翠芳的作品 《戶外的花位》 塑膠彩布本 直到 高40厘米 闊30厘米 作品以木框相陷 作品由下以上畫了一片花蟲 三朵茅丹花 和一隻蝴蝶 背景是由三片垂直長方形的色塊組成 中間較大片的是黃色 兩側的是橙色 黃色和橙色色塊的尺寸比例大約是2比1 畫作下方整齊排列了兩種植物 佔作品約三分之一 最下面佔大多數的是紫色花蟲 它們有亂綠的徑葉 在花蟲上方有六棵植物 顏色是奶黃與黑色相間 致敬都是奶黃色的 上面有亂綠的葉 在中間偏上方位置 有三朵圓碌碌的茅丹花向上生長 高度去到畫面的四分之三 它們面向三個方向綻放 中間那朵最高 面向上方 其餘兩朵面向兩側 花蟲分別是不同深淺的紫色 中間那朵最淺色 右邊那朵最深色 花蟲是黃色 二經葉是深綠色 膠前雙衣 旁生出很多梅紅色的小花 小花的花蟲都是黃色 部分小花上面有紫白色聚集成團的花 在最高的小花上面 有一隻蝴蝶注足停留 它有紫紅色的竹鬚和腳 粉紅色的翅膀 和黑黃相間的驅桿 作品創作紀念 記得以前我黃攝影朋友 往元朗某地方攝影 捕捉了蝴蝶的畫面 這蝴蝶於五顏綠色的花朵上 自由自在地飛舞